哈囉大家好 我是李志凱 跟我一起接受Air的一心二用平衡力大挑戰 我準備好了 我覺得這個也太漂亮了吧 是為我特製的嗎 太感動了 專心 專注 忍耐 60 80 就跟爸媽在菜市場工作了吧 或許就是沒機會讓大家認識我這樣子 要除了運動以後 這樣算嗎 有勁耶 除了運動以後是為人的興趣或是想問 我很愛出去玩 我很愛去海邊 我很愛去山上 撇除訓練之外的時間的話 才會去做這件事情這樣 80 時間關係說我不見得很常會外出 或者跑太遠這樣 喜歡戴耳機 就是戴耳機的時候會告訴自己要專心啊 重點是聽音樂也好 疑似的感覺 從裁判示意到我們真正 上場大概有30秒的時間 其實在那30秒的時間 其實可以思考很多事情 我會告訴自己說 欸 要專心了喔 一公尺也成功了 120公分 120公分 你會不會對自己是聽到的話 因為比賽前可能就會去上廁所嘛 然後我會在廁所的時候就對著鏡子說 你可以 你做得到 相信自己 然後就可能垂一下鏡子這樣子 撇除一點自己緊張的那個感覺 棒 哇 最不想聽到的話喔 我覺得 就人家可能跟我講說 現在是怎樣 怎樣我也不知道 我就盡量已經做到最好了 然後 我也希望他可以 隨時 就是最好的狀態 這就是我比較不想聽到的話 對現在是怎樣 現在是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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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現在是怎樣 這個也太漂亮了吧 這就是怎樣 這就是怎樣 就人家跟我說水喔 就代表我動作可能做得很好這樣子 大家給我一個 算是肯定嗎 真的 抗壓這件事情很難去掌握 那也很難去訓練啊 但真的是因為 心態的改變吧 我覺得這是比較重要 因為以往 就是很容易受到環境的影響 或是大家給我的壓力 像跑步一樣 我們贏過第一名 那我們是不是就是第一名了這樣子 對那就是這樣子 這是水喔 有沒有 這就是水喔這樣子 我贏過第一名 理所當然我就是第一名了 那我以前就是會這樣 往往會影響到自己的運動表現 就是給自己很多無形的壓力 我告訴自己說 我先把自己 引有的水準跟能力給展現出來 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我才有資格跟能力 跟人家去做比較這樣子 很謝謝大家 對我的支持跟鼓勵啊 你們的 就算是小小的一個加油 對我來說都是一個很強大的一個 我的後盾跟力量這樣子 所以請大家繼續支持我 陪伴我 耶 挑戰成功 想看更多我的專訪 請追蹤Air台灣 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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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